与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蒙古国总统查黑亚俄勒贝格道尔吉对我国进行国事服务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陪同俄勒贝格道尔吉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外交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俄勒贝格道尔吉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中盟不断向前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中盟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盟作为对外政策首要方针 赞赏盟方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盟方将发展盟中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首要方针 愿同中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感到高兴 希望通过机制化协商 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 食品安航空 能源 金融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谈 我们kte联想打赏盟 Chocolate 感谢观看